HELLO 大家好,我是愛里先生 那今天我打算來教各位如何分辨純棉布或是TC布 因為現在市面上有很多這個布做的品質都很好 那是不是純棉我們真的很難分辨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火燒 那我想有些人說 白煙就是純棉,黑煙就是TC布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呢?我們來試驗一下就知道 那我桌上這三塊布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純棉的,這是TC的,這是尼龍的 那我們分別來燒燒看好了 據說純棉的燒起來是白煙 那事實上因為你有可能取樣,取得很小 那在燒的過程,你有時候會不容易看到煙 在我以前對布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也看了老半天看不出所以然 那我們來燒燒看好了 我們這各取一小塊 因為有時候你從你的衣服上 你不能撿一個大洞,你只能撿一個小角落的布邊 其實那燒起來的煙真的是不很明顯 那這個是剛才我講的純棉就是TC 那再來我們就再撿一個尼龍布好了 那我們首先來燒純棉 那我在這個這個木板,白色的木板 有寫棉這邊TC,棉的話我們就來這邊,TC就在這邊 有時候是環境的因素,你看不出來煙的一個情形 我們來燒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是白煙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邊來燒一下 因為剛才一下就燒掉了 而且煙講實在不明顯 那再來就是TC布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黑煙,有沒有 那我們放到下面去 這樣子 好,燒完了 因為它一瞬間就沒了,所以你很不容易看 好,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就是尼龍 尼龍布的話,我們一般比較好認識 因為尼龍滑滑的那種材質,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那它幾乎也沒什麼煙有沒有看到 它的特性就跟塑膠袋在燃燒的特性一樣 你看它溶解之後,好像有一種東西會滴下來 像蠟燭這樣滴下來的情形 因為它這很少沒有滴下來 如果你用多一點的話,它就會滴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這個獎嘛 棉的我在這裡燒嘛 Tc的在這裡燒嘛 那我們來開獎了 差這麼多 有沒有看到 你說 不好分辨的時候,用這個方法是最棒的 找一塊白色的木板 這樣燒一下 當然你如果厚紙板的話,應該不會那麼快找啦 就是稍微燒一下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它會這麼黑啊 因為它裡面有特多龍的成分 那我這邊有兩塊布嘛 一塊就是尼龍的 這是尼龍布條 這是特多龍的布條 我們來看一下 特多龍的話,它本身就是會這樣子 我們剪稍微大一點,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有沒有 煙很大 然後 燒完的話 這個 這個殘渣的地方 會結那個硬塊 但是它沒有滴落有沒有 看到那麼多 但是它沒有滴落在上面 不像蠟燭溶解滴下來 那可是 如果今天 我們尼龍布就不一樣了 我們稍微剪大塊一點 尼龍布 這樣子 它燒了以後呢 尼龍布本身它是沒有煙的 白煙有沒有看到 幾乎沒有什麼黑煙的情形 有點像那個 塑膠在燃燒 因為它本來就是石化的 有沒有看到沒有什麼煙 但是它滴下來像蠟燭一樣有沒有 滴到那個木板上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子 尼龍 燒出來 就是這樣子 純尼龍的話是這樣子 特多龍就不是 好 那如果 我再剪一個塑膠袋給各位看 各位看 以下塑膠袋的燃燒情形 我剛才講說 尼龍跟塑膠袋幾乎 幾乎非常連同 因為都是石化工業做的 東西 有沒有 沒什麼煙 但是有一滴滴滴落的情形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尼龍的情形 那 各位是不是覺得用這個方法非常容易 那各位如果喜歡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